在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这个议员已经改口他说错 他回去查他的Nine的通话记录 发现以前可能是别的案 他把他混在一起 可是针对这一个幼儿园交保的地方 他确定的是在五月中旬左右 所以他也正式在记者会有说明 也有看到媒体的报道 张斌秀传医院药学部的洪正宪说 有些胃肠药止咳药中可能也含有本巴比陀 还有精神科医师沈正南甚至认为 整起事件是乌龙 师傅怎么看这些说法 最近的报道真的蛮多的 包括从动机从逻辑 还有从专业 还有从个别的样态就了很多的分析 那也有很多医师是用非常专业的方式来谈 甚至也有谈到说 有些家人刚好有用相关的药品 会不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包括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也有人传说最高的那一位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处理的 那这个部分昨天也特别提醒 因为这涉及侦查的原因是 他是非常个案的 非常detail的资料 所以相关这些个案的就医记录 刚刚特别强调 还有他相关亲人的就医记录 检察官他的权限是可以去调阅 相信这个一定会尽数的把他查明清楚 尤其昨天洪医师也特别提到 是不是乌龙 这些我们只能尊重这些医师的说法 可是所有的结果都是由检调做最后的确认 那这边其实新北市的立场是 希望检调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加延 因为这个议题的确让家长造成恐慌 记者会出席的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交易局长张明文 卫生局副局长高淑珍 以及社会局副局长许秀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请刘和然副市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目前整体事件处理的进度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 一样的谢谢各位假日特别过来 那第一个前两次的记者会特别强调 我们一开始对于有一些疑虑的 我们先呈现跟说明 让各位更了解 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更放心 然后第二个部分最主要是 现在家长跟孩子最关心最在意的是 这几天的安置的相关进度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记者会的主要目的 那第一个还是再强调 我们持续的一直在通过管道清查所有东西 确定我们收到所有的澄清 这个清查过后是5月15号 5月15号收到这个案子的澄清 因为还是各界有一直在询论 那还是在做第一个澄清 那第二个 这四天到底我们做了什么 来跟所有的媒体朋友做个报告 那为什么强调这四天 因为6月8号 经过这个所有的检验报告出来以后 我们确定要废止失效 这个失诱的设立许可 所以从6月8号以后 当天是礼拜四 宣布以后6月9号 一直到这两天 变成是我们的幼儿园已经不可以营业了 不可以营业 那我们原本的这67位小朋友 该怎样来做安置跟处理 那中间已经有25位已经先行转员 那剩下的42位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安排 所以从6月8号到6月10号 这四天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 就是让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很安心的 可以找到未来这个救赌的援手 所以6月8号我们废止失效设立以后 当天晚上我们就办第一场的 一对一专业的咨询服务 让我们的所有家长针对这个相关的议题 不管是医师或是我们的心理諮商师 包括我们的律师 还有行政上做一个专业的咨询 所以第一个在6月8号当天晚上 我们就把团体咨询改为一对一 这个符合家长的需求跟期待 6月9号我们办理第二场专业的咨询服务 6月9号办理第二场的专业咨询服务 当天晚上市长亲自去了解家长的需求 跟他们需要我们市府尽力处理的事项 所以6月9号我们同时做两件事 第一个原定的安排一对一的专业咨询 第二场持续办理 第二个市长直接跟家长面对面 听家长的所有意见 跟我们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 6月10号 6月10号就是昨天 我们的昨天成立专案办公室 除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一对一 安排我们的教育局辅导员 一对一的跟家长提供相关的 这个就学的相关转联的需求 还有医疗的需求 法律的需求以外 我们成立专案办公室 地点就在举光国小 那平日是一到五的时间 利用下班时间 下午就是傍晚五点到晚上九点 我们的家长可以利用电话咨询以外 也可以亲自到举光国小的专案办公室 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咨询 平常日刚强调的一到五是 晚上五点到九点 六更日是十点到晚上的九点 早上十点到晚上的九点 那昨天是因为第一天成立 是从昨天十二点正式成立 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办理 我们的专业咨询服务 我们的专业办公室 持续的这个开设 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做 面对面的咨询以外 今天晚上我们家长会有第二场的 跟家长面对面来听听家长的看法 因为第一场出席的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今天我们再联络另外一半 希望也能利用今天晚上 让市长跟家长直接面对面 让市长直接听到家长的诉求跟需求 这一点就是我们这四天的相关作为 第二个部分 我们现在大概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 家长会想说 那我孩子如果检测出来 有一点点微量 那或是我有点担心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昨天已经正式公布了 今天还是再特别提一下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专案 就是提供专责医院加上绿色通道 同时先接受电话的咨询 如果咨询过后 想要来就医 我们就有绿色通道 所以这些免费的咨询 抽血 验尿 心理智商 我们就由以下的这三所医院来处理 那这个部分是一对一的专案窗口 然后一样是专线服务 专人处理 也会搭配我们原本交易局安排的辅导员 一样的跟家长搭配 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 随时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这三个医院就是 土城 亚东 跟我们的市立联合医院 相关的资讯 昨天已经公布 今天再把它整理一次 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医疗团队 来协助我们这67位 家长有任何需求 随时在医疗上 都可以跟医院来做联系 那另外一个各位很关心的 就是到底检测值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涉及到 病人的个人隐私 所以我们特别拜托 特别拜托检察官 一定要让我们公布 一定比例的讯息 让我们的外界专业或是家长 因为幼儿园其实是很多 孩子第一个接触的学校 我们要让外界能了解 这个事件是什么 而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更放心 不只是我们这67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 我们检测的报告结果 那比较抱歉的是 我们要用一个认局的原因是要保护个案的情况 可是我们认局用的非常小 以0.5为一个认局 在1.0以下是视同0减出 所以开始有减出 第一个是1.0到1.5 我们的八位小朋友里面 有75%在落在1.0到1.5之间 那就实验室的认定 1.0到1.5 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 微量检测出来 这尊重实验室这个检测的结果 八位里面有75% 是落在1.0到1.5 接下来在微高一点点的1.5到2.0 占八位里面占12.5% 然后唯一比较高的就是第五项 在3.0到3.5的时候 也是12.5% 我想这就是各位这段时间 一直希望知道一下检测出来的数字 那我们也跟检察官拜托 一定要让我们公布 让家长可以更放心 让外界可以更了解 因为对于这个检测值 不管是药物来源 是不是真的是有人喂食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 这个昨天已经报告过了 所有的检察官在处理这样的个案 他会非常深度的棘查 包括个案的就医记录 包括家人的就医记录 包括相关的案情他会做很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就先公布了这八位检测出来 也就是这八位是这一次里面 有检测有采样检测出来的结果 在这边正式的跟我们媒体朋友做报告 也谢谢检察官 那其他部分 刚刚特别提到我们这四天的做法里面 有一些比较细的作为 我让教育局来做一些补充说明 教育局这边报告 我想最重要当然 还是我们全力的 能够把孩子的家庭的生活 还有他相关照顾就学的需求 我们希望能够全力的来协助每一个家长 当然6月8号当教育局宣布 废止他的立案许可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个家长的冲击是非常的大 那当然在园里面 目前还有就是当时在6月8号的时候 还有42位的血统 对整个家长的生活 以及照顾影响重大 所以我们也这两天 就是从8号9号 这两天密集的联络 还有这昨天整个的联络状况 现在目前42位里面 大概有一位在国外 那大概6位还在考虑中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都已经确认我们整个的安置的一个方向 那安置的状况 他所有的规定 一定照我们中央教育部 全国一致的法令来办理 那师资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会确认 而且我们会派专业的 我们的幼教辅导团来协助 那第二个部分 专案办公室 在昨天的记者会 就是我们在这9号10号 这两天 经过尤其是在8号9号的 一对一的咨询以后 我们也能够深刻的了解 我们家长的需求 所以在6月10号 我们的中午 我们的专案办公室就立即的启动 立即专人 一对一的联络家长 我们建立联系的一个咨询管道 那我们会每天 关怀并汇整家长的建议 大概家长最关心的就是 比如说就医的资讯 还有绿色通道安置的讨论 还要到园所去参观 还要准备学用品 法律的咨询等等 我想专案办公室 会尽全力整合 我们各局处的力量 来协助每一个家长 那昨天在中午成立了 专案办公室成立以后 市长在晚间 也立即到场去关心 紧盯专案办公室的运作状况 以上报告 好 那接下来就看各位媒体朋友 针对我们这几天 我们在开了记者会以外 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再来做补充说明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媒体提问时间 首先我们请民事提问 谢谢 你好 民事提问 那就是关于说 昨天局长有说 新美社医疗院署 还有社区药局 在今年1到4月 跟去年都没有流量异常 那这小朋友体内的药物残留 是从哪儿而来 那如果真的是从外线市 或其他管道 拿到这些药品的话 那市府有初步掌握了吗 以上 谢谢 我想目前现在 所有药物的来源 我们目前检调 都在积极的侦查 在厘清当中 那这个部分因为已经进到案件的部分 我们配合警调的部分来全力的配合处置 好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已经新北市的部分都已经查了 这个完全查完没有异常的情况 那各县市其实我们从媒体报道发现 各县市也都在积极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统合情况 我们跟中央 因为中央一直在跟我们保持联络 一些采样的情况 我们也跟中央把它连结起来 那其实除了药物流向以外 其实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是 到底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最近的讨论也蛮多的 那我们一并的 在相关的情况下 有后续新的发展 会再跟媒体同友做报告 那目前很确定的是 新北市经过清查 我们没有异常现象 好 接续请欢宇记者 想问一下 今天预计第一波的尿疫检验就会出炉 新北市府这边有掌握最新状况吗 那如果真的有验出来的话 会如何处置 谢谢 好 你刚刚提到的 应该是卫福部的那个25个情况 那它的比例 我们有看到卫福部也特别提到 这个今天的尿疫结果会出来 那我们刚刚公布的这一份是血液的裁剪 这个是血液的裁剪 刚刚是尿疫的部分 那因为这是由中央来主导 那我们中央也会跟我们地方随时保持联络 现在在做应该是 我这样看起来他们的进步 现在正在做会整的阶段 那等到结果出来中央地方 我们会合作来了解相关的案情 好 我们还有问题 不好意思 东森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学生他检验出来 就是有支气管药还有胃肠药 还有那个本巴比托 那另外还有什么药也有验出来呢 小朋友的用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其中一名造性老师 他两万元教宝 但他是第一个被停职 那另外八个老师他没有停职 原因是什么 谢谢 好 那个这个部分 君老在不在 来君老 你稍微提一下这个比较专业的 因为我们君老负责检验的科长 那个专委 我是不是让他来说明一下 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查相关的资料嘛 就是像感冒药 一些胃肠药的部分 那另外像止痛药或是这个 针定类的药物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谢谢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专业的部分 可能有些地方有含料 不管是主要的配方或副方 我想他们 这个新主最近也看到 很多专业的医师跟药师 有做了一些补充说明 那第二个 有关于赵姓老师 第一个被交保 但被停止 其他八位没有停止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为什么讲说 我们跟检察官一直在拜托他 尽快地去做处理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家长说明会 其实我们也 当然尊重检方 我们也请检方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家长也很想多了解一些 更细的地方 那可是因为调查的权力在 检察官 所以我们也请检察官 跟他们联络说 可不可以晚上 能说明的 可不可以来面对家长 做个说明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先跟检方提出需求 那当然教育局这边 大概补充 那只要是被搜索的对象 我想我们就会立即停止他 依法不得进入园 那如果因为这一个园 在我们废子的立案许可以后 所有的老师都是停止的状态 接受我们的相关的行政调查 好我们接续环宇记者 还有一题需要提问 不好意思再问一题 想问一下新安置幼儿园的进度 那是他是转介到同体系的分校吗 因为有家长好像有提出这样的疑虑 谢谢 好我们所有的安置 全部都尊重家长的意愿 主要是因为家长的需求 每一个家长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由家长去做决定 那也有在私幼的 就是不同的私幼也有 然后不同的学校 或是他体系的这三类 甚至也有父母 就是主父母那些可以在家照顾的 甚至现在有六位还在考虑中的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全数尊重家长的需求 只要家长的需求提出来 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我们家长 来安排他的照顾 就是我们主动的找了一个可以容纳符合规范的 42个的可以容纳的援所 可是家长有的想送进来 有的不想 我们都尊重 只要不想的 他们有之前找到的 当然就之前找到 没有的我们就来协助 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 那目前因为还有几位 还有一位还没回过 那整个结束后 明天是正式 这个算是上课的第一天 就是这个案件的正式上课第一天 停远过后 那我们会把 后续会把详细的情况 再跟大家做比较完整的说明 好我们现在在场的媒体 还有提问吗 那接触我们还有一些媒体 因为没有办法到场 有协助代问 我们接下来进入代问 三例提问 请问是否说 5月15日接获通报开始处理 但国民党议员刘美芳说 4月就有接到这个家长的澄清 好我直接回答 这个议题已经前几天有被问过 可是在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这个议员已经改口 他说错 他回去查他的Nine的通话记录 发现以前可能是别的案 他把他混在一起 可是针对这一个幼儿园交保的地方 他确定的是在5月中旬左右 所以他也正式在记者会有说明 也有看到媒体的报道 因为是这个议员是当事者 我只能就媒体看到的 先跟各位做个补充的说明 张斌秀传医院药学部的洪正宪说 有些胃肠药止咳药中 可能也含有本巴比陀 还有精神科医师沈正南 甚至认为整体事件是乌龙 师傅怎么看这些说法 最近的报道真的蛮多的 包括从动机 从逻辑 还有从专业 还有从个别的样态 就了很多的分析 也有很多医师是用非常专业的方式来谈 甚至也有谈到说 有些家人刚好有用相关的药品 会不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包括刚刚我们看到 有人传说最高的那位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处理的 那这个部分昨天也特别提醒 因为这涉及侦查的原因是 它是非常个案的 非常detail的资料 所以相关这些个案的就医记录 刚刚特别强调 还有它相关亲人的就医记录 检察官他的权限是可以去调阅 相信这个一定会尽数的把它查明清楚 尤其昨天宏医师也特别提到 是不是乌龙 这些我们只能尊重这些医师的说法 可是所有的结果 都是由检调做最后的确认 那这边其实新北市的立场是 希望检调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加延 因为这个议题的确让家长造成恐慌 越明确的赶快把这个结果 让家长知道 让家长安心 不只是这67位的家长 包括全国现在有些 正在送到托儿所幼儿园的家长们 其实他一样会有些担心 这是一个社会信任感的问题 所以市长一直希望 亲自的面对家长 赶快帮他们解决问题 也昨天这两天 其实不断的跟检察官拜托 尽快的加延加速的查明 因为这样的说明越来越多 家长就会开始想说 那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疑虑 其实尽快的解决 对我们家长安心是更好的 所以这边还是再次拜托检察官 在速度上尽快的理性 尤其这个关键的问题 这几天其实讨论非常的多 同样媒体到问题 市长会不会去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这两天大概有跟媒体表出报告 因为议会的专案报告是经过财事的 所以目前财事当然是由我们的 这个卫生局跟教育局局长两位 要在议会做一个小时的专案报告 那后续议会不会有新的财事 那我们会尊重议会的决议 现场媒体朋友还有提问吗